嗯 哈嘍 親愛的迷迷小伙伴 我們今天繼續來挑戰極限生存 從我們野心回來 生上那麼那麼多的材料 可算是能夠核選紫銀石塊 青銅石塊 鎮石塊 好像好像 還說少了一個孔雀石塊啊 放了一下倉庫 劝腦 又沒有孔雀石了 那小意涵又得準備下礦洞啦 我將火箭背包修復好控 就開始來收割小花花了 製作了很多的高級食物 畢竟這次 火箭面對的可是石巨人啊 這要輕輕一碰 人就沒了 為了撐過去 獨製作高級食物是有必要的 好啦 等花花再次長大 就是我去蒙眼星之石了 還好還好 現在花石龍還沒有孵化 要不然這三天 拿下石巨人的任務就失敗了 現在我要去滾木林裡採集野果 樹葉裡有機率會冒出野果 可這野果生長的也太難了 可惡 野果那麼好吃 怎麼就不能種植呢 我可需要好多好多野果的 用於製作相依的水果拼盤 用來抵禦石巨人的進攻 就這樣 你可以去地牢找找啊 地牢可多野果啦 地牢 最好好像有野果 好像有點印象 正好可以去找點孔雀石 出發了 遠處就是大海 倒不如就在草原邊上下手 地心眼啊 帶我尋找光明吧 哎呀 我的地心眼拿去啦 消失的可真快啊 我再忍一個 不會嗎 就在我調體一下 嘿喲 運氣真好 安全期間還是兩個兩個挖 這裡是礦洞 螞蟻還有包包蛋 趕緊把它彈開 開始繼續往前挖吧 看到地牢了 是野人烈手圖騰 直接被破壞了 這外邊還有兩隻 好啦 這下就輕輕多了 打開我的寶箱 哇塞 真的有結果 現在距離礦洞31層 我想知道會有孔雀石嗎 那樣子 這31層 基本上是沒有孔雀石了 連鏡子都少見 哇 看來是來錯地方了 再見 來錯地方的我 回到家裡 重新出發 這次我要去遠一點的地方 這次呢 我是來到了遠方的竹林 都說站得高 看得遠 找地牢更方便 來到山頂 親近一人 這麼快 地心眼就下船了 直接下去 萬一沒跳到水裡 那不是得摔死啊 不行不行 不能高冒風險 騎著小飛雪 我來嘍 好嘞 這地牢是不是在這裡啊 一口氣 直到巢穴 有水流 根本不擔心會遇到人家 嗚呼 看到圖騰 還沒有眨眼 就沒了 這裡是 密閉的地牢 用沙磚將水流堵上 就可以安心的開箱了 這次 就沒那麼走運了 在外面出現了夾縫 左右兩邊都有聽到 安途女幼 那左右唄 出去後我就看到了孔雀石 可惡的獵手 欸 這裡還要封信下去 先把孔雀石收入囊中 從這裡下去 一片廣闊的礦洞 到處都是岩漿 這裡有一個孔雀石 好危險 要小心點 小蜘蛛走開 還有一隻野人 我好像看到鑽石了 嘩 這裡倒數都是裂風 一定有很多寶貝 欸 我的鑽石那句了 奇怪了 剛才明明看到鑽石的呀 這些 這些岩家 我的媽呀 救命救命 哎呦 我有狗袋了 兩個發現了什麼呀 我宰在碎石堆上 然後中氣了 大醫師荊州啊